Sam完全不知道,这张看起来很普通的地图,将成为打开神秘雨林宝藏的关键。 他兴奋不已,于是决定按照地图上的线索,踏上了一段未知的冒险之旅。 每走一步,他都深入到了雨林深处,那充满了秘密和出乎意料的相遇。 Sam交了一个新朋友,一只狡猾的狐狸,他交给Sam在面对困难时要灵活机制。 还有一只兔子,他成为了Sam的向导,交给他善良和同情之道,这在现实世界中常常被忽略。 Sam还结识了一只老虎,老虎向他传授了力量与脆弱之间微妙的平衡。 另外还有一只鸟,他向Sam展示了歌声和舞蹈的魅力,提醒他生活和自由的美好。 最后,当Sam仰望那棵古老的大树时,他心中充满了敬畏和尊重。 那棵大树,揭示了雨林的秘密,它深深地影响了Sam的内心。 Sam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村民,村民们也被激发出内心的激情。 于是,他们立下誓言,要共同保护美丽的雨林。 从此,曾经分散的村庄团结在一起,共同肩负起保护大自然的责任。 这个故事,见证了一个男孩的神奇旅程,以及他所激发的涟漪效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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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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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